這個房子得天獨厚的條件 剛才我們從樓下 參除區的樓梯走上來 會發現它除了有後院 還有一個很棒的潛艇耶 是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客廳區 客廳的位置的話 就是我們大門入口的地方 我們就從潛艇的這個部分進 來到我們的客廳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前院的部分 我們簡單的在這個部分 我們做了一個水景 然後整個延伸到戶外的景致 從我們的客廳落地上 看出去的時候 它整個跟綠衣是連結在一起的 所以它客廳的落地窗 看出去就像一幅三水畫 沒有錯 我們就是想說 特意去經營一個框景的效果這樣子 把它借到客廳買 對… 其實我有發現 唐設計師你的空間 都是簡單理論不繁複 可是你在選擇軟件的功力上 非常的強 會讓這個空間 變得很有自己的味道 謝謝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 設計的時候 整體的一個空間的營造氣氛 我覺得這很重要的 所以在包含家事品 軟件上面的配置 我們都會跟業主一起去做挑選 對 當然這個客廳的設計 最主要的重點是 放在我們的身後對不對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空間客廳的部分 它是屬於挑高的一個空間的形態 這個樹房的隔間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它旁邊 側邊有一道木頭的主牆 你是說這一道嗎 對… 其實我們剛剛在我們的餐廳的 這個部分 這個木頭的主牆也有出現過 它是一個延續從一樓直接貫穿到 就是我們剛剛下跌的空間的 一道完整的主牆 所以在空間當中它算是一個 垂直的元素概念 它是一個重要的周星分隔點 對… 以這樣子的一個隔間的位置 我們的就是區分了我們的一個 主要的動線 就是我們的樓梯上下的這個空間 還有我們所定義出來的 這個書房的一個位置 對 那書房的這個隔屏的設計 它其實也很有設計感 就是它是利用鐵鍵 玻璃 插鏡 一個不同穿透性的元素 然後做成一個比較 就是有層次的一個空間的效果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一般來講在做這樣子的空間 可能上面我們制式的想法 會認為書房是做調空 或是可能一個一半的格柵 對…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其實我們希望是 以建築的元素去做一個空間 而不是只是把它就是附著上面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這個力量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 這個主牆它是貫穿一二樓 然後這一道的高牆面也是一樣 它雖然是在上別空間 但是它是頂天立地 所以你會感覺起來 整個空間的感覺 其實它是一個連續性的 而且無形間 它已經跳高 但是感覺現在的跳高 把它拉得更長 對 更長 空間感更好 沒錯… 好 那這個書房 它其實也有它的穿透性 在裡面看書或上網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客廳的狀況 可是我不想讓你看到的時候 你還是看不到喔 對 因為我們這邊 有設計一個電動的絕牛 可以示範給你看 電動的 這蠻好玩的 對…